本局为稳定辖内的治安 展现政府扫黑的决心 与屏东地检署联系 动员全县的警力 扫荡黑道帮派专案行动 除了入检林检辖内的黑帮堂口 和维市经营的场所外 并针对辖内这些绿能产业 建筑土方工业进行调查 统计在专案期间 我们总共执行自评的目标 三名共犯21名 这个街头斗殴的部分 总共12件77人 并侦破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6件6人 查扣非法枪械6支 检出大案嫌犯中 有7名经法院裁定积压 本局刑事警察大队 与平农分局共同侦破 林姓为首的暴力犯罪组织集团 因去与这个殡杂事业庞大商机 自足礼仪公司 如有遇到这个其他的礼仪公司 这个抢生意的情势 及纠纵前往暴力威胁伤害的不法情势 经报警检察官指挥 持拘票及搜索票进行查契 查获自评目标一名 共犯九名 查扣各类枪械斧头五把 这个球棒及手铐 还有信号弹13枚 行动电话九支无线电等证物 本局另外一件就是本局刑事警察大队 与恒春分局及屏东县调查站 共同组成专案小组 针对黄信嫌犯为首的暴力组织犯队集团 该集团应去土方清运工程 这个庞大的商机 自主工会 自各地迎建工程的地方 向这个工程负责人恐吓要挟 要求加入工会 并支付会员的费用 如有不从 就率重恐吓 胁迫 这些业者 就范 警方在接候相关情资之后 组成专案小组 报警检察官指挥 见时机成熟 持居票 缩手票 自这个工会查契 查获自评目标一名 共犯六名 查扣这个工会的背心 还有帽子 名片 手机 还有吸来批 两万六千元的等证物 本局局长刘应公表示 治安工作没有假期 为有效嚇阻帮派分子 嚣张的气焰 将持续贯彻 黑帮凌容人 这个警方绝对一波一波少 一个一个抓 严查到底 绝不允许黑帮 在屏东作乱 落实县长安居乐业政策 都不允许黑帮